请看 我爸辛苦工作了一辈子 现在就想找一个知心的人 一起好好过过退休生活 但是我和他相处以来 我觉得我们俩不是很合适 我觉得他条件不错 我也是个有等档的人 所以我挺想和他再往下走一步 但他就不愿意 我和他在一起 就是图他老实 但是现在我总觉得 他对外人比对我热心肠多了 这点我不太能接受 我是个直脾气 我觉得他对我做了很多事 有误解 我们可能相处时间不长 我希望可以再摸合一下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鲁先生63岁来自天津退休 有请 李女士66岁来自天津退休 有请 欢迎两位 想起一句歌词 最美不过夕阳红 这大姐66岁 这精神状态多好啊 是吧 是 大哥也一样啊 精神状态特别好 这个爱情给人还是有滋养的啊 谈了一年多恋爱是吧 啊 谈了一年多恋爱 想结婚是吧 对 据说您还拿出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这个结婚的办法来是吧 是 您说说吧 我们俩经过朋友介绍 就忘了一年多 感觉挺好 我们上次打算 取个证 可是呢 他不打算往下走了 对啥呀 我跟你说为什么 开始介绍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稍微有点满意 后来我那好朋友就说 这位大哥挺好的 人挺好 到现在还是志愿者 挺有爱心的 老是厚道是吧 后来我也就跟朋友 那答应朋友就好好 再处先处一处吧 可是处着处着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咋了 我不是有一套房吗 他也有一套房 他跟我商量啊 你把你的房子也卖了 我把我的房子也卖了 咱们两个把房子都卖了以后 再买一个大一点的 我开始还有一个好心 可是后来啊 你知道吗 他是不怀好心 就想骗我的钱 怎么会有这个被骗钱的想法呢 他说我们两个把房子买完以后 我生的钱 借他的弟弟 你知道吗 他弟弟是做生意的 赔了 借他弟弟做生意 我一听 这不是骗钱吗 我骗你吗了 他卖多钱 他也有数 我卖多钱 我也有数 我弟弟做生意 那个亏本了 可是呢 我借的钱 也不可能是 把我们家养老金都借给他 不可能是事 我们在买房 他拿一百万 我也拿一百万呢 我呢 跟他商量 打算买一个呢 离一员近点的 购物场所近一点的 交通都挺方便的地点 您要不说后面借钱那事吧 倒也没什么 都觉得是个好事 一说后面借钱那事 好像就是 我们不说 先放在这 放在这 这个目的不是来算账的 对吧 算账也没什么意思 但是到这个岁数了 要再婚 肯定要把账算清楚 除了这个 让您心里觉得别扭 骗您钱之外 还有什么让您觉得不能往前走了呢 您说出来 他和他前妻是离异的 离异以后呢 他的前妻就得脑浴血了 他去看看 这也是人之常情 对吧 因为他们有孩子 可是呢 他就特别过分 就隔三差五都要去 说孩子让他去的 弄得我好像成多余的了 他说了有点太过了 我孩子在外地工作 不经常回来 其实我前妻也有对象了 我一个月也就去两三趟 等于前妻人家有稳定的感情了 对呀 可是呢 我前妻现在得病了 得半身不随了 我孩子呢 不放心 他老跟我说 我呢 就借我孩子那个骂玩 我就过去 扒一头看看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他就不乐意了 就是受孩子之托 帮他们去看看他们的母亲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一个月两三次 你听听 这还不叫隔三差五吗 你想一想 你以后陪他一起去吗 他不让我去 他有时候自己偷着去 不是 我前妻的那个对象 他出去不摘假的时候 我过去呢 就扒一头 那你何必呢 跟孩子说 妈妈也有这个新的感情 我这去也不方便 有事您再去呗 没事打个电话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是呀 行 明白 叫骗我的钱 你还情感不专一 咱再往下听 还有什么阻止你们的 还有啊 他特别的小心眼 小心眼 你看我吧 原来没退休的时候吧 就是搞行政工作吧 就是爱打球 乒乓球 以毛球 这都在单位都参加过比赛 就是爱玩吧 退了休以后呢 社区的那个 剧委会主任 让我牵头啊 就是管那些什么 跳舞队啊 啥的 所以您周围也有一帮这种精壮的小老号吧 所以 所以他就 他就胡思乱想 哦 室友哈 不是 没有 不容易 我要有了 我就不会和他谈了 是吧 因为我们都属于 我就说您周围有这样的人 对 我们只是在一起 凑一起玩 你想我们工作了一辈子 是吧 是 退休了 这个 享受一下 退休生活 我跟您说 他呀 乒乓球队长 以毛球队长 跳舞队长 他担任了好几个队长 我俩就为他好 我说你那么大岁数了 年轻时候在单位里 也是个小负责人 现在都60多岁人了 还忙我见忙我那 小伴 你们得互相 那有个空间时间 我们出去玩玩 对对对 旅游旅游 可是呢 他老借口 我忙啊 我忙啊 他好几个队长 冰棒球队长 以毛球队长 社会职务太多 影响你们的交往 所以我给他打电话 微信跟他联系 他老找借口 行 您听听啊 好像是他的理 你看我每次哈 出去和这些姐妹啊 玩啊 我都叫着他 他不去 不合群 对了 你说太好了 我给他一打电话 啊 你又去跟他们玩去了 你想 我妈都退了休了 好不拥有自己的时间了 是是 是吗 又爱玩 对对 我们又没搞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吧 不是 你去玩 给人家跳舞 你说我在那坐 多尴尬 是不是这道理 您想不跳啊 咱俩要是出去 他不去 他不跳 咱俩出去玩玩 如果好呢 行 我带他去了 他不跳 明白了 明白了 兴趣爱好 出现了分歧 还有什么阻止的呀 他特别的抠 我们俩快一年多了 没给我买礼物 那就算了 我们也不是年轻人了 主要是俩人感情好 是是是 可是呢 他对他自己也特别的抠 为什么 哎 你想一想 现在这个人啊 退休又没事干 他有一次做炸酱面啊 做了一次炸酱面 一个礼拜吃了三十次 你说这样身体能好吗 你说我这样管他 是不是为了他身体好 可是他不领情 不是 这个炸酱 我是多炸点 可是呢 拌面的时候 我还得搁菜马 我有时脑鱼 炒菜的时候 还能可以挡瓢料 搁冰箱里 我现在也坏不了 他说的有点过分点 行 我就问您一句 为什么交往一年 都没给人大姐送过礼物 哎呦 有时我们俩 没有共同出去 要是有共同出去 我照样给他买 因为我们俩 要是没有那感情 我能跟他出一年多吗 这话倒是把你噎着了 就买礼物 还得两个人一起买 哎呦 您真是 我得带他去买呀 你看 这一层是不是有借口 老字个词 还有别的致命的吗 还有啊 还有啊 后边这个更严重 我觉得啊 你看他都 你看六十多岁了 特别冲动 你看我俩有时候出去逛街 你说现在是 大街上 有的人是不注意 个人素的吐痰 其实我也愿意管 可是我会看人 我一看这人挺和善的 我就敢管 不和善 算了咱也别惹事 他可不管 其实他这行为 我觉得挺好的 可是有一次啊 有一个五大三出的 你一看你就惹不起 他愣是跟人家 跟人家 让人家 哎呀 你为什么要随地吐痰呢 来 我拦你一句啊 这个事儿 我特别有正能量感 有时看不文明现象 我就去指责一下 但是我要看那五大三出 我也适量而行 但是呢 大伙都在那畅量 他特别不文雅 广大帮子 又抽眼又吐痰 我一说这儿 就发生抠脚了 这会儿要不是我拦着你 还没到那种 像他说这个那么厉害 行了 要不是我拦着你 这会儿出啥事 还说不清了 行 懂了懂了 现在是法治社会 大姐最后说的 不是挑刺啊 大姐最后恰恰表达了 她是爱啊 是啊 她得多喜恨 多稀恨这男人 都是为她好啊 我关注了另外一个问题 我要追问您一下 其实事儿 我们听得大差不差了 您打一开始 都是说我一开始 也没看上他 您一开始没看上 他那个点在哪儿 您能告诉我吗 我可以 咱们就现实一点 我们两个的 经济收入是有差别的 您收入的多 对对 少多少 几百块的事 你就实话实说 要不然就别说 行吗 行吗 别说了 行吗 谁心里都明白 开始吧 我就觉得 你看我这人 又是比较外向 他就属于那种 后来一想 您也别说了 不就被人家 魅力征服了吗 过去钱啊 财产是个坎 现在被魅力征服了 再问一个硬问题 您家的孩子 都成年了 对吧 都成年了 对于未来的 这个房产 变成了遗产之后的 这些 怎么处理 考虑过吗 我的两个孩子都 都非常的优秀啊 呃 他其实咱们说 他的孩子也非常优秀啊 所以我们 双方孩子都不惦记 哎 都不惦记 但是你们你们做老家的 有没有考虑过怎么 怎么分配一下啊 说两句话啊 这个说实在话 我们还没到那一步 就没考虑这些 因为想着 哎 我们也刚刚交往一年多 如果是真的 我们俩在晚下走 肯定我也不会 让他也会考虑 我也会考虑 对 对吧 行 那我听明白了 那我听明白了 您那房子多大呀 现在的房子 我的房子不是多平米 您那个呢 我的是70多 按您的这个设想规定 就是卖了钱之后 均拿是吧 对对对 不是一房子200万 一人出100万 是这么个意思 对对对对 是这样吧 对对对 如果没出这个事的话 没有后半出说 我们剩下来的钱 借给我弟弟这件事 您还会跟他往下走吗 其实啊 和他相处 他这个人说良性话 还是挺善良的 不是说一棒子 把他打死 但是有些生活习惯呢 你想借钱的事 开始也不跟我商量 后来才说 把房子卖了 买完房装修完 把钱借的地 第二个就是 他和他前妻 是藕断死脸 懂了懂了 你行吧 你看 事儿都挺明白 我弟弟借钱 他得写这条 他要赢了以后呢 他都给加利息说了 这个事儿是这样 您把房子卖了 婚前您该怎么折腾 怎么折腾 婚后就不能 就得听妻子的意见了 所以人大姐想的也对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好不好 好好 来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大姐 我给鲁大哥 贴三个标签 您认为准不准确 老实的人 嗯 善良的人 对 热心长的人 哎对 都认同啊 嗯 您刚才说 他不坏好心 骗钱 这有点上纲上线了 但是有两点 我还是想理清楚 借给弟弟钱 打券条 在圈人 写谁 那就写两个人 借给您弟弟钱 他说写两人的名字 写两个人的名字 嗯 我明白了 嗯 还有一点 您经常性的去看 前妻 嗯 是偷偷摸摸去的呢 还是正大光明去的 其间是 没跟他打仗 因为我们俩 还没在一起生活 那后来呢 后来他 呃 在叹话当中 我就跟他说过 这事 也就是说 是打了招呼的 嗯 对 所以大姐 我感受 他借钱给弟弟 是向亲情 倾斜了一点 他 去探望 前妻 这是向旧情 倾斜了一点 他在社会上 爱打抱不平 爱管闲事 这是向日情 倾斜了一点点 但是 这一点点 加一点点 确实 让您感到不舒服了 因为您有 您自己的理解 自己的解读 但我更多的感受到 这还真不是一个 自私的人 您说他抠 按老话说 那个叫接茧 您当然是 疼他的身体 接茧下去 对身体不好 这是爱 但是呢 您去看前面的 三件事情 是不是 都牵涉到 一个情字 但这个情 不损害 他对您的爱情 您怀疑 他和前妻 藕断丝连 虽然是 离异了 但是对方 现在半生不随 没人照顾 他又是受 儿子委托 所以他有一点 感受到 责无旁贷 尤其 他又是个热心肠的人 所以这一点 和爱情无关 但是和 他们现在的这种 友情有关了 所以一句话 大姐 看这位鲁大哥 我建议您 换一个角度 您就会看到一个 不一样的 老鲁 我认为你们两个人 还真的 不要一直让爱情 在路上可以一步到家了 我 第一次反驳 余老师 我不同意一步到家 阿姨 这个时候 您一定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因为 我们到现在这个年纪 就是要让自己过得舒服 活得舒坦 日子过得舒心 怎么高兴 怎么来 我不觉得 鲁叔叔去看他的前妻 这是一个 有情有义的事情 可能对于他的前妻 和孩子来说 是有情有义 但是对于您来说 就是无情又无义 对 是 因为我觉得 既然他如果是想要体现 他有情有义的一面 就可以带着您 一同去看望 这个没有什么不能的 因为我是为了 安抚孩子的心 但是我不能为了 安抚孩子的心 而伤了我现在爱人的心 那就不是情和义的事了 对 而且刚才又说到一个 趁他的男朋友不在的时候 赶紧过去看一眼 那这事就更不对了 是啊 这放在年轻人的身上 那不就是偷偷摸摸的吗 对吧 那偷偷摸摸有什么好情况 好结果呢 谢谢你的 这个说的比较严重一点 但是不能说 好 因为年纪大了 我们就放松标准和要求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您介意到这个 卖房子 再重新组合 你们两个人的财产的这件事情啊 那如果你提出 跟我要结婚 没问题 我们可以把两个人的房子 卖了以后 然后共同来买一套房子 那我们卖了房子 能不能一人掏出 我们要共同买这个房子 一人一半 那剩下的钱 我的房子卖了多少钱 我拿回来 你的房子卖了那些钱 你可以借给你弟弟 对不对 我不会去干预的 因为这是你家人的事情 你们家里面兄弟的人的事情 作为你未来的妻子来说 我不反对 但是我不掺和 因为掺和进去以后 就会有矛盾 为了避免家庭的矛盾 你拿你自己的钱 去补贴你的兄弟 可不可以 可以 您觉得呢 你说的对 还有一个要说的是什么 就是您说您的这个 个人的业余生活 老年生活 我觉得 他的吃醋是可以的 同样的感受的问题 他去看往前期 您心里会不舒服 您去忙着您的这个 社会职能工作 他心里也会不舒服 所以这也是一个相互体谅的一个过程 就是您可以保持让自己高兴和舒服的一个状态 但是在您高兴和舒服的前提下 也让对方心里舒服一点 我觉得继续现在这样的关系下去可以 就是我们不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 然后把复杂的事情搅成一锅粥 您现在心里既然有这些顾虑 已经心里面有根鞋绷着了 再往下走您就会怎么想 这个事怎么不对 等到真的走到了领完证之后 您把您自己架在那个位置上之后 这就成一锅粥了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心里也别扭 感情上还不舒服 到最后您会越来越觉得 再婚再一点都不值 所以我建议二位还是保持现在的状态 大家要问您几个问题 第一 您想结婚吗 我觉得这个年龄啊 也不想成家结婚了 就是想找个搭伙过日的伴 问了这个问题就不用再往下推倒 您想和他结婚吗 其实您就不想结婚 我看您没有什么结婚的这种冲动和姿态 如果真有 您没点时间啊 因为您太忙了 您那几个队的队长 把您这个业余生活全都填满了 而且您希望接下来是享受生活 但是一个一次面能吃三四天的人 他是符合您一起生活的状态吗 弟弟借钱这事 我们没必要上纲上线 说人家是想骗您 他没有 但是的确他想借助您的力量 来帮助自己至亲的人 有没有大哥 肯定是有 这件事其实很简单 婚前借啊 你就现在借 借你能借出去的 就完了 这是婚前你的事 不需要跟他商量 你去自己定就好了 你借出之后你什么状态 你看你还能和大姐走在一起 还能生活在一起吗 别忘了 大姐开始没有看上您的状态 就是您的经济实力的确是一方面 所以说我认为 大姐如果您要真不想结婚 就别给大哥一个假象 大哥想结婚吗 我是想跟他那样 所以不仅想结婚 而且想跟他结婚 对 可是咱的生活状态 以及大姐心里的诉求 您觉得行得通吗 我也跟他这么说过 咱要是结合在一起 就别大活过日 不靠谱那样 那是您的观点 您甚至于跟他结合在一起之后 他那些业余活动 您就不想让他去了 因为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 你想让他跟你一起去旅旅游 对吧 跟你一起去享受生活 但是 那个不是大姐的 接下来的规划 我不影响他玩 谁懂好玩 但是呢 他 萌球队长 以萌球队长 这个队长 他一个人管得了那么多事吗 那是他的生活他管得了 他唯一没有时间是管的是您 对 您千万别先入为主 别给自己假象 咱俩要结婚了 所以你哪有时间去跟那些人在一起 不 现在没有跟你结婚 没有考虑结婚 所以他没时间跟你谈恋爱 对对对 所以啊 一句话 想清楚 不想就直接跟大哥说 各自追寻自己接下来的生活 就这样 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跟你讲 他老说善良的事 我给他人多了 别人是不是觉得我挺善良的 就他嘛 对吧 但是 面对自我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他挺自私的 如果你是他老婆 你看他把那么多东西给了别人 是不是觉得他挺自私的 对 你看 你给别人的少了 别人觉得你挺自私 他觉得你挺善良的 为什么对自己好啊 对 对家人好啊 对吧 对 所以你现在在他眼里的问题是什么 他人和自我的比例混淆了 善良和自私的比例不对 这是他心里面犯嘀咕的事 不管是借钱 还是前妻 都是一个事 就你对别人怎么就那么好呢 是不是会把我们的东西拿去给别人呢 你给我收一收 给别人的别那么多 你能理解这个东西吗 对于你来说也是 大姐啊 你没有智慧 你琢磨一个事 今天你结婚了 他一分钱没拿出去 全交你手上 你管 他的亲弟弟跑来跟你说 嫂子 我遇上难事 多多少少帮衬点吧 这身嫂子在你面前 你说你一分钱也不拿出来吗 你自己琢磨 我不跟你做评判 今天他的子女 一个电话打过来说 阿姨啊 实际上跟你商量个事 我亲妈 贪了 今天能不能让我爸去送个饭 你说 你敢撂下电话说不行吗 我们是要管他 但这个管 是要让他感觉到温暖的管 是让人人都觉得 你管了 而且你还没错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们两个人 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分歧 唯一的分歧 就是自我和他人 这个利益怎么分配的问题 我觉得你是过 你应该让他管一管 但同时 你也有智慧的管 你不能让他感觉到 你不尽人情 不能让他的子女 他让他的兄弟 都觉得你不尽人情 嫂子要有嫂子样 是不是 现在他的太太 要有现在他太太的样 所以啊 如果你们对于未来的生活 是有期许的 去找到一个尺度 这个尺度就是既有管理 又让每个人都舒服 就这样 其实这段关系 最核心的是什么 从压根起就没看上 到看上了 说明大哥是一个有趣的人 这个灵魂他是喜欢的 没大毛利 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其实问几个问题 就很清晰了 您问问 为什么一个人 他愿意接那么多的社会职路 他有的能力 还是允许 那是真的吗 是不是 那他一个人在家里 他干嘛呢 他没伴儿啊 就是 跟你的日子是一样的 你应该最能够理解啊 老年人到这个时候 现在叫还能动 是啊 又没伴儿 所以只能在外面折着 叫折腾吗 天津话叫折着吗 为什么大姐 我就想找一个伴儿 找的是什么伴儿啊 晚上突然不对了 旁边有个人 胳膊肘子顶一下 打个120 哎呦 说得太好了 对对对 想喝一口水 那就是一口救命水 没人端了 胳膊肘子倒一下 一杯救命水端来 人家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你说得太对了 所以你核心看的 道理是什么呀 人品差不多的时候 咱就回归到 生活本质的路线里来 那不可避免 我相信在单身这么多年 这么好条件的大姐 人家给介绍少了 为啥就看中这一个 恰恰我观察到的是 这一对是要 按伯鸿兄说 那个一战到底 就是最后走到那一战 条件相对比较成熟的两个人 为什么 儿女懂事不在身边 子女对父母的财产 没有过高的要求 最核心的就是 到了这个岁数 就是想有一个人这样 这个就是老年人再婚 为什么大家老说 哎呀找个老伴吧 我是挺反对 那个找老伴过日子 而不结婚的 为什么他想领证啊 现实生活清清楚楚 他的前妻跟那人 过了好几年了 为啥他去看呀 显然那个人 现在照顾的也不好嘛 不就这东西吗 对 所以他才想往前走嘛 利弊权衡 你们比我们岁数都大 对吧 见过的风浪也都多 利弊权衡 你们自己去衡量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角度 看到的事说清楚 这里面就是那几个围 把它扫干净 第一 关于财产的问题 财产不好分 财产有争议 可以用法律的方式做约定 没有问题了吧 没有 法律可以帮你 第二 亲情上的事情要做一个表态 谁重谁轻 您自己端 第三 到了这个年龄 自己没有什么钱的时候 不要拿自己的救命钱 去帮助任何人 剩下你们自己商量 我们反正年轻人 我们给点建议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 是吃个直脾气 知道吗 我感觉啊 探劳啊 那个 对我的看法方面 有误解 知道吗 其实我很想跟他再往下走 知道吗 嗯 还有什么呢 我哪有做的不到地 轻易对我理解 暴容 其实啊 今天 听了这些 在场的这些专家 还有主持人说的 都特别有道理 我们老年人 真的是觉得啊 他说 刚才主持人说的对 要为守法 确实 如果我们真的合适啊 我可以往前 往前走一步 应该的 但是我就觉得吧 好多习惯呢 有点 我再考虑考虑吧 谢谢完美 祝你们幸福 来请回 请回 谢谢你们 这一场是一老一少 老的 虽然 你看他们这个相处的方式 心里暖吧 但你又觉得 这不一样 因为他缺少了 向上的那种东西 夕阳无限好 还有后半句嘛 也禁了黄昏了 不一样 想法也多 预测一下吧 其实这位大姐 当这个队长 那个队长 问题就是孤独 而两个人走在一起 化解的 就是孤独 所以我认为 两个人都会出来 我觉得 阿姨有可能会选择不出来 对啊 这也很正常 他想要的生活 是那样的嘛 他不一定真的就想 跟他结婚 伺候他 我觉得大姐 大概率不会出来 因为他要真正 能被他打动 那他不会 当那么多植物起来 因为别忘了 那是他们 在一起的时候 他是这种状态 是是是 所以他 解决不了他的孤独 对 我觉得双出吧 我觉得大姐眼里 是有光芒的 那种喜欢的光 掩不住啊 我是特别期待 他们能双出 就是再处一下 谈好的这些事 之后再往前走一步 其实挺好的 来 请开 来 请开门 大哥 没事啊 这个很正常 就是在这个年龄的恋爱和婚姻 肯定比年轻人难太多了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和所谓对生活的解读 就祝您幸福健康 开心快乐好吗 好 谢谢您 请回 请回 谢谢老师 谢谢您请回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宝贝